或是在投资老手所不赞成的行业或用途上进行投资的人 黄金都将从他身边悄悄溜走 对拥有黄金但不会投资运用的人而言 许多方法看起来都好像是有利可图 其实这中间充满了让黄金遭受损失的极大风险 假若让智者和行家分析 他们必定能判断出有些投资只有很小的获利性 有些投资会被套牢 还有一些投资将血本无归 因此没有理财经验的黄金助人若盲目醒来自己的判断力 把钱财投资在他不熟悉的生意活用途上 他往往会发现自己的判断愚蠢至极 从而赔掉自己的财富 多学习投资高手或智慧智人经验 再进行投资的人才是真正的聪明人 关于黄金的第五条法则 凡将黄金强行运用在不可能获得的收益上 以及听从骗子和阴谋加诱人的建议 或盲目相信自己毫无经验和天真的投资概念而辅出黄金的人 将使黄金一去不复返 初次拥有黄金的人 经常会遇到像冒险故事一样迷人而又刺激的投资建议 这些建议仿佛能赋予财富神奇的力量 似乎可以轻松